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中国武汉进行了新冠肺炎病毒溯源调查报告 内容就陈述了没有找到源头 但是呢最有可能从蝙蝠身上透过了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类 不过呢包括了美国在内14国发表了联合声明 对于报告受到严重的拖延 以及无法获得全部以及原始资料表达严重的关切 日本疫情在拉警报尤其在关系迅速扩散 大阪府更单日新增432例超过了东京都 成为日本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 此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2月前往中国武汉 调查议员的报告 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极为不可能从实验室外线 并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最初来源 常被认为立场偏袒中国的市卫秘书长谭德塞 出乎意外表达不同看法 他批评专家小组的评估不全面 中国也没有提供足够数据 因此呼吁更深入探索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美国国务院在网站上公布联合声明 指责调查团被中方明显拖延 国际专家也没有拿到原始样本进行研究 另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更指责 这份报告是世卫与中国联合上演的假面舞会 以继续掩盖真相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